哈喽哈喽,大家好,今天来做一个皮蛋瘦肉粥 先取一个自制的皮蛋,看看这颜色还行吧 一小杯泰国米,约50克,清洗浸泡 包粥先做一个汤底,两根鸡腿骨和一小块猪肉飞水去血沫 然后加入滚水小火炖40分钟 期间把皮蛋分切开 汤底炖好以后,把鸡腿骨和猪肉取出,分别拆散 煮开以后,倒入泡好的泰国米 加入一小块橙皮 拆好的肉块 还有2 3分之2的皮蛋 皮蛋含碱,这会儿放进去就会更快粘稠 小火焖30分钟 期间可以打开,用筷子多次搅拌 这也是煮粥粘稠的方法 粥煮好以后,撒盐,白胡椒调味 再加入皮蛋 最后关火,加小葱提鲜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,我们下次再见